你是从哪儿来的 妈妈肚子里 这也有个明白的 怎么到在妈妈肚子里呢 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了 在妈妈肚子里住了多久呢 也不知道 那你还能不能记得起来 你到妈妈肚子里之前发生的事情呢 什么意思啊 你是从哪儿来 听我妈妈说我是从垃圾桶里来的 从垃圾桶出来的 那你不是冲死了呀 你从西瓜出来的 我也没看到你填到哪儿去呀 你要怎么跟孩子说 当他问说我是从哪儿来的 我这个杨杨妈妈说了一个 从垃圾桶里来 你真的跟她这样说 对啊 我有讲过 我说你是当时一个小宝宝 然后睡在一个篮子里 你也不哭 也不闹 就走过去一发觉 这小孩子没有人要了呀 然后我就把它抱出来了 这样很悲惨的感觉 就是说它是从金刚岛里面带回来的 什么岛 金刚岛 我就实话实说告诉它 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 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告诉我 说是从垃圾堆里面捡来的 我一直不能释怀这件事 这就是说生产方式反正好解释 对 其实我们说怎么来 那个过程是大家难以启齿的 其实我是提议大家 不逃避 不回避 不做过多解释 所以还是要根据孩子年龄段特点 适当地给他讲一讲就行了 有很多好的绘本 其实是不错的辅助的教材 比直接讲要来得更自然 有很多东西没想法 所说的 我现在就能读过一句 我说是如何 能读过我 我然后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